祢祢 主啊我们向祢献上感谢赞美 我们必来依靠祢 祢祢赐下那属天的信心在我们当中 当我们来为全球的新冠疫情来祷告的时候 主啊祢祢就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让我们祷告被祢所保守 求祢来垂听 谢谢主圣灵来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献上列国的牧者弟兄姊妹代祷者平安 今天有个领寿教会进入全部的更新 主从的敬拜也进到更新 所以看见列国我们也要来更新一下 就是我在进来这个祷告会之前我自己祷告 我为这个主题 新冠疫苗与Delta病毒来祷告的时候 我有一个领寿 所以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从去年的1月开始抗疫一直到现在 已经要进入第20个月了 要进入第20个月 那么下个月就是吹角节 5782的吹角节 那我们在抗疫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呢 虽然全球的情况不一样 方法也不一样 但是好像都有一个模式 就是突然间大爆发 然后阻断封城 然后降下来之后 开放 然后又大爆发 就这样的一个循环已经循环了好几次了 那大家都一直期待 等到我们撑到疫苗出现的时候呢 这个循环就可以终结 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就可以结束了 但是现在这个疫苗已经出来了 大家也都打得差不多了 但是为什么这个疫情没有结束 是因为有一个变种病毒进来了 产生了这个变异 所以我们还是要更多地来寻求生 因为连疫苗都不一定让我们能够真的免疫 还是会得 那以色列真的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样本一样 它就是一个因为欧洲大爆发 所以它很早就大爆发 然后它也很早就是属于很早就开始封城了 因为欧洲不太封城了 但是以色列在当时的时候就是封城 然后解封 疫苗也是全球第一个国家施打率到达一个 可以说是集体免疫的程度是70% 然后就解封 口罩也不用戴 所有的一切的生活都照常 但是这个时候变种病毒悄悄地进来 所以又要再封城 所以我查了一下 昨天以色列的确诊病例下为大跳 8596例 是一天 昨天一天 8596例 这是什么概念呢 我之前为马来西亚祷告 为日本祷告 为菲律宾祷告 他们都是一天一万确诊的 以色列是8500也差不多 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口是远远超过以色列的 以色列是只有900万人而已 所以从以色列真的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真的要更多的谦卑来祷告 我们不仅要对变种病毒有更多的认识 然后对于疫苗的使用也要很有智慧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张PPT 我先简短的介绍一下 其实变种的病毒是有很多种 就是只要跟武汉的传统病毒株变异的 我们都可以叫它变种病毒 那Delta病毒只是在这一些疫苗当中 目前算是传染最迅速最强覆盖率最高的 打135国的 你看Delta确诊者有7成4已经打完两剂疫苗了 而且疫苗针对Delta变异株的保护力 是随着时间而下降的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Delta病毒 它最早是在2020年的10月 在印度所发现的 它是一个带有E484Q 还有L452R 这两种的突变病毒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双突变病毒好了 它会导致免疫逃逸 而且传染性增强 什么叫做免疫逃逸呢 免疫逃逸就是打过疫苗 或者是你得过的人 有可能会再得 它没有办法免疫 它没有办法像我们打中牛豆 卡戒苗这种 打一次你就一辈子不会再得了 添花这种的 但是现在因为变种病毒了 所以它的免疫逃逸之后 它有可能一得再得 就好像我们打流感病毒的疫苗 你也可能会再得流感 因为它是一个免疫逃逸的 那Delta病毒的特性 它是潜伏期很短 大概一到三天就会发病了 那么它的传播力很强 它的病毒株是武汉病毒株 病毒载量的一百倍 同时也是现在欧盟 最主要流行的Alpha病毒 比它还要强 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那么根据中国的疾控中心表示 它十天可以传五六代 传统武汉病毒株 平均一个人只能传三到四个人 但是它可以在短短的十天之内 传到五六代 如果一代就是三个人的话 它就是五六倍的速度 而且它传染性非常的强 它治疗之后核酸转阴 需要十三到十五天 意思就是说它治疗期会加长 你的核酸检测从阳性变成阴性 需要十三到十五天 比普通的武汉株长七到九天 所以一个结论 就是它是一个更厉害的病毒 它是一个更厉害的病毒 那现在的研究 抗Delta变种病毒的莫德纳是优于BNT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所有的都会下降 因为有免疫逃逸的问题 那么现在又有一个最新的病毒株 叫做Lambda 这个Lambda病毒是在南美洲发现的病毒株 它是Alpha变种的氢气 那它也是双突变 它是T761跟L452Q 两个突变 所以它很有可能像Delta一样 会有免疫逃逸 然后降低疫苗保护力 以及传染性强等等的因素 那这个病毒株 本周的消息是它已经进到菲律宾了 所以亚洲地区已经开始有Lambda的病毒了 所以这个病毒可能又是下阶段 全球流行的病毒株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这个病毒变种的越来越快 越来越厉害 我们一直以为疫苗可以压下来 但是现在这一波全球疫情的速度 越来越快 几个主要的国家 英国 马来西亚 印度 菲律宾 印尼 美国 以色列 日本 韩国 很多的国家都受到这一波Delta病毒的影响 所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求神怜悯 求神保守 我们大喊三声Hallelujah 之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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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求你来怜悯 求你来怜悯 让这个病毒 让这个疫情可以下来 主要求你来怜悯 你怜悯全地啊 你怜悯全地啊 Hallelujah 你来怜悯我们啊 我们说我们不行 求你来怜悯 求你来介入啊 Hallelujah 主要我们为英国 为大马 为印度 为菲律宾 印尼 跟美国来到你面前呼求说 主啊我们呼求你 唯有你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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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我们也向你来祷告 说你的复辟 你的遮害 领导这些的国家 主要你胜过所有变种的病毒 主要你的威力比他们更强 主要你是全然覆盖的那一位 主要你是一不便宜万别的那一位 主啊我们仰望你 我们呼求你 主我们呼求你 主我们为 为这些国家来呼求你 主啊为英国 大马 印度 菲律宾 印尼等 美国这些国家来呼求你 主啊你是智慧的神 主啊你是高过这些病毒的神 主啊我相信在你的里面 这些病毒都不能越过你的界限 主啊这些病毒都不能越过你的界限 主啊你看顾保护这几个国家 主啊你为他们划定平安的界限 主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 那些染病的那些变种的病毒就要来下降 主啊那些病毒就要来下降 是的主耶稣我们来抓住你的怜悯 主我们抓住你的怜悯的本心 主你来施恩怜悯我们 主我们看见我们人不能做什么 我们即使我们发明了很多疫苗 我们都追不上那个变种 主啊求你施恩怜悯 主啊看见这个世界有左手 我不知道右手的人还有多少 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危机的当中 在这个灾难的当中 我们来仰望你主 你来施恩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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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你 主要求你的恩手来介入 我们承认我们真的是 不能依靠自己的施力才能 主啊你给我们智慧 赐给我们的疫苗 但主啊我们又有更大的挑战 主啊你降下那个谦卑的心 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真的在许许多多的世上 我们都来仰望你 求你的垂帘临到我们的里面 求你来做工 求你来动工 让那些所有需要的人得到你的医治 因为主的鞭商 你让我们得到医治 愿你的福音也透过这些苦难 进到每一个家庭 全球每一个家庭的心中 Amen 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继续来看 那刚才是讲变种病毒 我们先来讲疫苗 那既然变异的病毒株 是有免疫逃逸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打疫苗的观念要改变了 那么回想这段时间 我自己一开始是 也是跟大家在祷告会里面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要有疫苗要有疫苗 但是当有疫苗的时候 心里也是惧怕 我有弃传病 我可以打吗 我会不会怎么样 很多人死掉 副作用很强 在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很多的未知 产生了惧怕 大家都退缩 但是随着大家 打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对于这个疫苗 越来越明白 怎样的人 会有怎样的副作用之后 就有一波的复兴 不只是香港 很多的地方 很快的时间 都已经打了疫苗 但是到了现在 就是好像觉得 怎么打了疫苗没用 打了还会得 那这样还要打吗 现在就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打了还是有用 大家还是要打 为什么呢 我们要改变一下 我们对于打疫苗的观念 很多人都以为打完疫苗 口罩就可以拿下来 就不用再得病了 但是因为现在有变种病毒 所以打了疫苗 还是有可能会得 只是重症比例 跟死亡率 会大幅的下降 我们看到绿色的标题 它说牛津疫苗 学家坦言 群体疫苗也不可能 但是打了疫苗之后 能够更快的清除病毒 所以其实它还是有用的 所以疫苗虽然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的保护 但是它能够大大降低 我们的死亡率 也能够大大降低我们的重症 所以有一些国家 像是英国 像是新加坡 他们已经有新的政策 就是新的观念要开始推行 就是我们 就是这两个国家带头 已经不追求一定要零确诊了 就是只追求它好像一个很弱的 很弱的很像感冒一样 当大家都打了疫苗之后 可能你得了 你也不会死 你也不会很痛苦很重症 你就是自己在家里休养 吃一点药就好了 现在追求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每一个国家领受的都还是不一样 像冰岛九成人口打疫苗 但是它现在面临了Delta 变种病毒大爆发 那就要看冰岛这个国家 它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了 那复国开打第三剂 那疫苗专家警告 会让全球更多人的死亡 像以色列它现在就已经看清了这个事实 疫苗跟病毒是不冲突的 它是可以 它是需要 它是会是并存的 但是还是要加打第三剂 就是让你就算得了化 你的症状会更低 所以以色列已经开始打第三剂 美国也已经通过要打第三剂 但是当第三剂要开打的时候 会让分配更不平均 因为有一些贫穷的国家 可能它买不起疫苗 可能它的医疗落后 它甚至连第一剂在哪里都不知道 所以在这样的疫苗生产来不及 供应的情况之下 如果复国用买去打了第三剂 就只会让更多的人连第一剂都打不到 那现在的情况 就是这个变种病毒是专攻没有打疫苗的人 因为没有打疫苗 你可能死亡率会增加 因为Delta病毒的载量是武汉株的100倍 所以其实大家最少都要打一剂 可能这样子会比较好 但是现在因为这样的演变 所以就导致可能让更多的人 是连第一剂都没有办法打到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要来祷告的 求我们对疫苗有正确的观念 然后疫苗的分配 那我们先看下一张 下一张是来讲 那现在疫苗的进度到哪里呢 最快秋季 其实现在已经入秋了 五岁以上可以打mRNA 就是像是复弊钛跟莫德纳这样的疫苗 那么三岁以上可以打灭活疫苗 灭活就是科兴或者是中国国药这样的疫苗 那么现在其实中国大陆已经 国家批准紧急使用科兴国药 可以直接打三岁以上 所以三岁以上打科兴 在中国大陆已经通过紧急使用 已经可以打了 那么预计香港会在年底的时候通过 那么辉瑞莫德纳五岁以上呢 他这边写最快秋天 但是我现在查的最新资料是 可能要到冬天 因为其实他们三月的时候 已经有一群的儿童做临床试验了 但是因为儿童 需要更多的严谨的来观察 所以他们需要四到六个月的时间去观察 所以现在就是在等候 等候到九月份 当三月的这一群半年之后 如果他们没有事情 那可能才会通过 所以最快今年美国会 施打五岁以上儿童的莫德纳和辉瑞 那新加坡是在明年第一季的时候 会开放给孩子 那这样会让更多的孩子受到了保护 好 再下一张 那么现在有英国的专家也觉得 Delta病毒 它可能要特别针对它来做一个疫苗 因为它的传染的广度实在太大了 所以可能要特别为它做一个疫苗 所以科兴现在已经开始这样子做了 那么另外二代疫苗的进度 目前也进到最后阶段了 但是二代疫苗的前提是 你必须先接种一代疫苗 就是你必须先接种现在的疫苗 它才可以作为一个bridge 作为一个加强剂来补强 所以有一些人就觉得说 可能一代疫苗副作用太多 很多人死亡 那我干脆跳过 我等二代疫苗技术好一点 可能是口服 可能是喷药 那我再来用 但是现在是说不行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加强剂 所以还是要先打第一剂疫苗 所以你看这中间有很多的观念 是需要突破框架 需要放下自己的 那么另外呢 中国现在吸入式的新冠疫苗的试验 已经被认可了 就是有点像是气喘喷药这样子 它是一个吸入性的 那么另外各国呢 也包括以色列在内 有积极研发口服的形式 就有点像是吃药丸 感冒药这样子的 成为一个疫苗 所以我们要来祷告 神赐给我们疫苗 但是我们在使用疫苗上面要有智慧 不论是在观念上 不论是在分配上 不论是在研发上 都有求神给我们智慧来管理 来运用这个疫苗 我们一起来祷告 Hallelujah 主啊我们来呼求你 主啊求你赐下那个从天而来的智慧 临到我们的当中 主啊那个智慧临到我们当中 让我们更多的降杯 更多的来寻求你 更多的来寻求你 更多的来依靠你 更多的依靠你 因为你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主啊求你降下 那个智慧 进到我们所有的人的里面 Hallelujah 主啊 主啊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的心意 主啊在你里面 你的真理告诉他 小修的不会有缺 多修的不会有余 主要你将这个真理 放在整个全人类的心思院里面 特别是每个国家的元首里面 让他们都知道 是要均平 是要均平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份 就算最穷的人都有份去打疫苗 而不是因为他们穷就没得打 让那个疫情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主啊你帮助我们 富有的国家 能够有这个明白和看见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去打疫苗之后 就不要觉得这样就搞定 就可以很自由地去 不戴口罩周围去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谦卑 让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是謹慎 警醒 不要再那么自由 不要再那么自我放任 多谢你的主 是的主耶稣 我们继续来仰望你 主啊让疫苗有一个合理的分配 主啊因为现在富国开始在追打第三剂 但是有很多贫穷的国家 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主啊你是公平公义的神 求你施恩怜悯 主啊我们谢谢习主席 他已经应承要向全球提供20亿的疫苗 主啊你让富裕的国家 都能够这样来看过贫穷国家的需要 能够捐出这些的疫苗去帮助有需要的国家 主我们为这疫苗的分配 你赐我们有智慧 特别是这个 世卫主席 让他们有这样的智慧 来合理的分配 是的感谢主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要为这疫苗 来源发来祷告 主啊你赐给研发团队智慧 主啊你让他们研发这些 就像流感一样 可以提前研发出来 他的菌种是要如何去抑制的 主啊你让他们可以提前研发 主啊你给他们智慧 可以提前来研发 主啊让这个普遍性 就像打流感一样 主啊让这疫苗的用途 就像打流感疫苗一样 是非常的安全的 是非常的普遍的 因为我们真知道 你是赐给他们智慧的神 主啊是的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 主我们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